你在写什么东西 能不能写 不能写给你给我滚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就是给了一个窝囊费嘛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不是错了 大年了还是一个小女的 在买个奶奶的乒乓 我知道 那房子总得一步一步来呢 还有一步登天的呀 你说呢 你总是为她搞一大堆酒来躺下我 妈 她怎么说 我是你的女儿啊 你就不能相信一下女儿的眼光嘛 好 我真的没了 我对我老子打通话 我讲过了个点 我说明 Dr.小姐 你还说我 我讲了 我讲过了一个人 她说你 那么过了一道 我讲过了一道 你应该想听 是什么 你回来啦,你吃饭了吗,我去给你热饭吃 不用了,我吃饭了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什么 我做什么事情都在这里归报吗 你这是什么太短,那怎么啦 我知道你很辛苦,为了房子的守护,怕你最不喜欢的工作 我跟我妈说好了,房子的事情,他还想办法 当首要房子的守护他来做 我只想跟你好好生活 你要做工作上有什么不开心的 那你跟我吵一下,吵一下你就开心了 我们之间 你有病吧,你以为你懂我吧 我特别讨厌你这个感觉 全世界所有人都相信也是别人 你凭什么说你行 我求求你 不要在我这个废话心上闹回时间了,行吗 不啊,我觉得你很棒 全世界所有人都说我行 只有你说我吧,有个屁用啊 无论怎么样,我都觉得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 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你不懂我说的话吗 那你想说什么呀 我的工作已经很辛苦 我有多辛苦,你妈知道什么 是啊,你工作上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是个努力披驳的人 要是谁让你不爽,那你把他骂回去啊 不要拿我当出气筒啊 因为我跟你熟啊 那我就活该倒霉了 不怕坦白地告诉你 没错 所以你就 我就拿你当出气筒怎么啦 怎么,不服计啊 滚啊,滚啊,滚啊 我去洗个澡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 我叫你滚 你饿了吗,我给你做饭吃 听不懂 都说我的错 说怕神经了 我爱你